这是意大利米兰的冰淇淋店 用AI来开发口味 果然带给顾客味觉冲击 推出之后大受欢迎 在威尼斯影展的同时 还有另外一个电影节登场 但是却找不到赞助商 因为她每一个竞赛短片 都可以用AI来创作 这也是她的特色 而后来获奖的短片 有一部是华裔女导演的创作 去年在AI方面 南韩出现过AI女团 这个星期再推一个虚拟的AI偶像出道 而这样的一个AI偶像 一口气就可以跨足 网络漫画游戏全方位的商机 走进米兰这间别致的商店 想来一份浓郁绵密的异式冰淇淋 或许会有惊奇发现 店里独一无二的新口味 有些是由AI聊天机器人 Chair GPT想出来的配方 他们的第一款AI冰淇淋 与店同名 吃之前客人半信半疑 平常之后则不再抱怨 这款冰淇淋后来还成为畅销商品 于是店家再接再厉 原自16世纪的义式冰淇淋 以往都是配方保密 代代相传 如今却把新科技加进制作流程里 看似会引发争议 却引来不少愿意尝鲜的顾客 业者也表示 尽管整个冰淇淋制作流程中 是由AI演算法创造出新口味 但还是必须仰赖人类的手工技能 才算是大功告成 同样是人机协作 却引发广大争议的 则是在影视圈 在第八十一届 威尼斯国际影展登场期间 一场短片比赛也同时进行 竞赛片通通是由AI制作而成 这个名为Reply AI的电影节 宗旨是要向年轻一代 推广新科技 培育创新文化 今年以合成的故事 人心为主题 共三部短片获奖 当中由华裔女导演 童话制作的作品 拿下最大奖 剧情讲述 青少女在父母离婚后 寻找自我的心路历程 在雷是一名俄罗斯导演的湾味 讲述人生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 也能打造第二次机会 只是这个新工具 也是去年好莱坞大罢工的新头刺 生怕会被AI生成的演员给取代 又或者盗用肖像权的情况 越来越普遍 而业界的担忧 也一度让这场特别的AI电影节 找不到合作伙伴 身为本届评审之一 曾拍过《狮子王》 《一家之暑》等知名动画的电影导演 这么说 以K-POP席准全球的南韩 则是不断挖掘新的可能 即去年出现一支四人AI女团后 最新由知名SM娱乐公司打造的虚拟偶像 Nivis在9月10号正式出道 并公开首支单曲MV 这位由着拟争外表的虚拟人物 未来不光只是音乐表演 还会跨足到网络漫画 电玩游戏 周边商品以及品牌联名等多元发展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